有些人问道 很幸运参加这一次禅修 深感正觉正知正信 收获良多 在此十分感谢 现有几个问题 因为始终困惑 所以提出来 第一 您所提倡的观呼吸 我自己加上某个法门 他有写出了 感觉更好 不知对否 这是不正确 不好 就比如说 我现在跟你讲说 这个甘露水 它多么的甘纯 多么的好 那你拿着一个瓶子过来 你说 我舍不得原来的这些 我里面我加一半 我原来的 然后你倒一半给我 这样不是更好吗 但你这个瓶子 你没有把原来的那些 清洗干净的话 我这个新的甘露水给你 你也品尝不到 真正我要跟你分享的 那个纯净甘露水的味道 这样知道吗 你还是掺杂原来的那些 你就没办法放下万元 而体会到这些甘露水的 纯净跟珍贵 不是说 那原来的法门 瞧不起它 它不好 好不好是一回事 而是你这个阶段 你要来真正品味体会 解脱到的甘露法水 这时候呢 你就要成为法器 成为法器就是 你要做好清洗 把你原来的瓶子呢 你要做一番的清洗 拿出一个清净的瓶子 来装 这样你才能够很客观的品尝到 这个甘露水好或不好 如果你拿来的瓶子还是装的满满的 你用很多过去的观念之间 然后在听的时候 就是在那里判断 这个对 这个错 这个跟我以前说 听来的差不多 这个 这个没什么特殊 这个没什么神奇 你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心 你的那个瓶子 装的满满的 所以 你学在酒 还是一样 不会相应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清净 心没有真正的清净归零 你就没办法品尝到 真正要跟你分享的 纯净的甘露水 当你有魄力有决心 你把原来的 先暂时都把它放下 你舍不得放 你用另外一个瓶子 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你拿一个清净的瓶子来 这个阶段 你要把各种法门都放下 包括所有的偶像崇拜 都要放下 你不要在这里 来这里学 然后来这里听 还在那里 我拜的那个大师 他讲的更新奇 更奥妙 更棒 你这个讲的都太普通了 都没有这样特殊的 我那个大师 他都强调他多么的厉害 你空海这个人 都不会强调你很厉害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心 你就学不到 解脱到要回馈给你的珍宝 你学不到 解脱到要回馈给你的智慧 你会入宝山空手而回 或是 因为你瓶子装得满满的 所以要给你 你也灌不进 或是你混杂 要给你的甘露水 你也觉得 这个喝起来跟我以前差不多 或是你还加上其他的 结果让整个味道都变掉了 你觉得 这个没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要归零 你要学什么法 你要能够让自己先归零 然后来到用清静 很客观的心 去体会 认真的去修 去体会 去品尝 去求真求证 你才会知道 好或不好 所以当你来这里学习 你就要放下万元 很认真 很客观的去学 去体会 如果一段期间 你觉得跟你不相应 好 你可以放下 那你要再另外去找 我们祝福 因为每个人 每个阶段 所要的不一样 不同 所以希望大家要 把学习的心 要调整好 要真诚真心